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最爱的千秋万绪 中华民国颂 这一次不唱 那台湾光复纪念歌 唱不唱意见也不一 台湾光复无脑王 无脑王朝思良 因为纵观国民党内 能够唱完整首的并不多 只好先作罢 目前只有你是我兄弟 确定入选 连续三天庆祝光复活动 国民党要唱台语歌曲 加强跟台湾土地的连结 还是要邀请总统蔡英文 跟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一起来 为的就是把蔡总统口中的 中华民国抢回来 热爱台湾的政党 应该要共同来庆祝台湾 结束殖民统治 能够台湾光复 而不应该把这样的 任何的话语权给丢掉 所以我相信民进党政府 今天能够积极地来做 才是正道 国民党的焦虑 在于蔡总统已经淡化 民进党内台独色彩 融合成中华民国台湾 根据民调 百分之七十四点五的人 可以认同中华民国台湾 只有百分之二十不能接受 在政治倾向偏懒的群众里面 虽然百分之五十点七不能接受 特别的是 有百分之四十一 是可以认同蔡总统的说法 传统的国民党派 中华民国似乎渐渐松动 以宪法所规范的 它当然就是基于大陆那个地方 那如果是说以现实面来讲的话 当然中华民国就在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生长 然后就是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是就是这里是中华 就是中华民国这样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中华民国是在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回不去中国了 实际抽问老中青不同林林层 对中华民国的看法 也似乎渐渐驱丧中华民国台湾 光复七十五周年 国民党特别敲锣打鼓要大半 强调台湾这块土地 是1945年 从中华民国手中光复 想透过历史抢回正统 三地新闻鸽子刚成 等下我们的报道